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我們今天來繼續玩我們的綠色生活系列 那對了 我想要說一下 聽到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真的覺得超開心的 那我自己玩才我也覺得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新鮮 因為以往比較少機會玩老人跟小孩 能剛好趁這個系列來玩一下不同的組合 我覺得非常好玩的 我也很樂在其中 但也很開心大家喜歡 總之我想要說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那我們的Marco爺爺在幹嘛 他準備要挖垃圾桶 可是都空了 但我發現到我們這個社區 還有另外一個垃圾桶 是我之前沒有發現的 我們先來收集水 收集一下 就這裡有個垃圾桶嘛 然後這裡還有個垃圾桶 之前有發現到 然後還有第三個垃圾桶 在這裡 超級隱藏版的 怎麼這麼隱藏 真超難找的 突然看到這個是Lucas嗎 或不是 Carlos 好 我們先回家休息 他超累 我們讓他洗個澡 然後去睡一覺吧 睡一覺再起來繼續工作 那對了 上次我們不是被爺爺的良心譴責嗎 他良心出來罵我們說 你怎麼可以讓他工作 他脫痕大氣的 他不想為無斗米遮夭 那也許問大家 到底爺爺要不要辭職 要不要辭職他的 接case的工匠工作 那你們好像多數人認為說 他不該辭職 那我想一想也對啦 畢竟他還有養家對吧 他還有我們的小羅要養啊 所以感覺辭職可能不是那麼好主意 所以我們的case 我們的工作我們保留 我們就偶爾接下 我們不用完全靠這個賺錢 就偶爾接下 但是我們也尊重他的良心 所以說我們就是 同時靠其他方法 做東西來賺錢 那如果我們需要的話 我們也可以藉個case來賺錢 就是都用啦 尊重他的良心 也顧慮到現實生活 好貓爺爺 我知道你的良心需要譴責了 可是你想一下你的孫女吧 為了他 忍耐一下 對啊 我感覺他應該會被 上次他的孫女的那番話 刺激到了 因為上次Roxy不是罵他 說都是你錯 害我們過這樣的生活對吧 所以我想他可能想到那句話 就想說 好吧 我還是要為了我的孫女 為了我的家 我要忍耐啊 忍耐 沒有關係 等到以後我們自己賺錢了 我們自己創業 就不需要幫人家借case了 好嗎 好 趕快洗個澡吧 洗個澡然後睡一下 他超累了 Roxy回來了喔 他回來之後超不舒服 怎麼樣 他狀態其實還不錯欸 真的 那回來之後我想 他可能想到上次爺爺罵他的話 他想說對啦 也是 我應該要讀書的 我超課的確不對 我們先讓他寫作業嗎 先把作業寫完好了 還怪這裡做是寫作業 在他們家唯一的椅子箱寫作業 我真的感覺看起來有點內疚欸 他可能覺得上次對他爺爺說的話太重了 哇 葛林寶花花 打電話來給Roxy 看到這電話我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如果說你有沒有看過之前影片的話 大概知道這電話怎麼回事 就是這個資料片 新增了一些隨機的發生事件 這其中之一 他說 我打電話來是為了通知您 您真真真二賢婆 脫離家族的表情 都害我的祖父過世了 而因為某種原因 他留了一筆巨大財產指名要給您 您是否願意接受 好 我想一下喔 如果說以Roxy的想法 以我們小樓的想法 他還怎麼回答 因為他是兒童 所以還蠻單純的嗎 他可能說 錢嗎 快給我啊 我們需要錢啊 我們看一下如果我們是兒童 來做這樣的回答 或什麼反應好了 我們試一下喔 因為我覺得Roxy是因為兒童 應該不會想那麼多 他應該不會為有什麼條件吧 對吧 我覺得他應該還蠻純真的 所以他應該會說 錢嗎 好啊 給我啊 怎麼樣 這是不是很bug啊 他竟然說非常好 然而 既然你已經接受繼承 我必須得通知你 你必須在七天天結婚 才能獲得這筆錢 阿嬤 阿嬤 我們小樓是兒童欸 可能目前九歲 你要結婚嗎 怎樣不好吧 因為上次在我們另外一部影片裡 我們遇到這個電話 我們也是選擇了 錢錢錢 快給我這個選項 那個時候這個阿嬤也是說一樣話 叫我們要結婚 我想說這樣我們這次是兒童 會不會不同回答 結果他還是叫我們結婚有沒有搞錯 我們小學欸 朋友 小學是結婚會不會太早一點 那我知道如果選另外一個選項的話 可以直接拿到錢 可是感覺這樣子就不好玩了 對不對 原本想測試一下看你們新的回應 哇 Lukas耶 Lukas說想過來聚一聚可以嗎 好啊 讓他過來吧 他知道我們家在哪裡嗎 Roxy說 Lukas 我家在那個火雞站對面的天橋底下 看到這個鐵皮屋就是了 我還過來囉 真的耶 我還過來超美的耶 Jeroxy 原來你住在火雞站下啊 然後Max也跑過來了 所以他們兩個是約好一起來找小羅來嗎 好的先讓他們一起把作業寫完喔 我感覺他內心有點內疚 所以他可能有點覺得說應該要讀書一下 後來幫他一起隨作業一起讀書 而他還在寫 喔Max也過來了 他還在寫作業 坐在旁邊 後面也在睡覺 我爺爺在笑耶 爺爺很想說 啊 昨天 我們的孫女尿褲子了 尿在床上他尿床了 有像是Roxy不是尿床嗎 超好笑的 喔怎麼了 Roxy經歷一個特別的成長階段 他現在有點黏人啊 就想特別靠近他最喜歡的照顧者 所以果然耶 所以Roxy真的感到內疚 所以想要多靠近他爺爺 有沒有 我們作業寫完了也太好了 讓他們過來這裡一起做這個家庭作業嗎 這個是 什麼看一下 化學反應活山 開始做這個美勞作業 可以邀請他們加入嗎 哇他們加入咧 真的 他坐過來看 他說 欸你家怎麼臭臭的喔 你家撿垃圾的嗎 因為小朋友不太懂事可能亂說話嗎 Roxy說對啊怎麼了嗎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不覺得這是一個丟臉的事情 結果他們三個開始一起做作業了 太可愛了吧 我還要燒火山跑出來了 真的耶 酷耶 Roxy說怎麼樣 你們有說過這個美勞作業嗎 這個火山開的超好玩的 我們還要弄這個化學調製品耶 看起來太高科技了吧 哇你們好厲害喔 一群小科學家 哇 開始出來了 有那個星跑出來 怎麼感覺Max不太開心 開始不開心的看著Roxy 還可以想說 你怎麼找Lucas過來玩 都不邀請我 我們不是說好當朋友嗎 欸他該不會吃醋了吧 就這樣嗎 喔他們做好了耶 我們的化學反應火山 我們來看一下 太酷了吧 欸他們真的超厲害的耶 怎麼做的 再試一次 欸真的 超酷的 我們完成專題作業了 表現會加分 學會表現加分 太好了 我們把這個帶去學校 就可以加分 喔還可以賣掉了 我突然發現 這火山賣掉好80塊 我們帶去學校好了 我們的美勞作業 又誰打電話來 哇 Elsa Berkson 我覺得 她一定是聽說了 Lucas跟Max 要跑去找Roxy玩 所以她也吃醋 怎麼這麼有趣啊 她可能想說 我才是團長 你們怎麼都跑去找她玩 你不要過來看一下我家 我們要去嗎 我感覺小羅應該不太想拒絕她 因為她是團長耶 所以我們去一下好了 而且我覺得小羅應該會想跟她好朋友 雖然說Elsa可能不是那麼喜歡她 那我們要請Lucas和Max一起去吧 準備看一下Elsa的家 叫什麼樣子 我也不想確定她住哪裡 我的天啊 Elsa的家也太豪華了吧 她有這麼大游泳池耶 她游泳池都比我們整個家好大了 天啊 我覺得Roxy看到這個樣子會不會有點自卑 她會想說 哇 我們團長大人的家 怎麼這麼豪華 我覺得Roxy應該心裡會很仰慕她 哇 家裡好自卑遊樂器材耶 怎麼這麼酷 太酷了吧 超級豪華的 哇 家好鋼琴 雖然很會玩音樂嗎 哇 幹嘛 哇 她躲到衣櫃裡 她在衣櫃裡玩耍耶 結果全部的其他小男生都在這裡玩 然後Elsa跑到房間裡 她敢說 欸你們在幹嘛 快到我房間啊 在房間看我彈鋼琴 我超厲害的 我剛學會彈那個給愛麗絲 結果沒有人理她耶 完蛋了 我今天覺得她會越來越討厭 Roxy 被她搶走她的風采有沒有 她說喂 趕過來啊你在哪裡 人呢 糟糕 人到外面跟Roxy玩 她們家還剩了一個小寶寶耶 所以說 Elsa有新的妹妹了 還是弟弟 這個應該是 弟弟 看到Elsa跑來跟Max想話 她說你們都在外面幹嘛 怪我房間跟我們一起玩啊 其實我們小羅肚子有點餓耶 可以來這邊偷吃東西嗎 會不會被喊罵 我覺得我們先來問一下Elsa 跟她熱生魚糖果 問她說可不可以吃東西 這個是她姊姊對不對 她姊姊叫做Sophia 我怎麼感覺我們小羅點不太開心 她可能覺得說 哇這個家好豪華喔 怎麼跟我們家差那麼多 會不會開始有點 會不會開始有點在意 有點自卑 她說Elsa你家好漂亮啊 超大的 你們家的東西可以吃嗎 其實我有點肚子餓了 我Elsa完全不理她耶 她只跟這個Max聊天 她可能說你肚子餓嗎 你要吃就自己去拿 我們家食物超多 我他們兩個怎麼跑出來了 好那既然我們已經問過了 我們去哪個東西吃 我們吃個洋芋片好了 對啊我感覺她可能有點自卑了 她可能覺得說 哇我們團長的家怎麼這麼漂亮 這麼豪華啊 糟糕 她會不喜歡我 因為我家太爛了 我覺得她原本可能完全不在意 可是這次有比較之後才有感覺 她才發現到說 原來我們家真是這麼貧窮 好吃吧 趕快吃吧 他們家可能是買什麼進口洋芋片啊 一包好幾百塊那種 然後Max跑進來找她講話 她可能說你在裡面幹嘛 怎麼不出來一起玩 好我感覺我們該回家 有點晚了 我們先回去好了 我們回到家 然後爺爺已經起床了 她會不會嫌起 我們先讓她來個抱抱喔 跟爺爺道歉說 上次不該講那麼難聽的話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好想上廁所 那先去上廁所好了 她說對不起爺爺 你可以原諒我嗎 我知道我錯了 然後爺爺可能說 我也有錯 我不該讓你過這樣生活的 我會努力讓你吃到好吃的東西 好嗎 好那我們把上次買那個詩集給她喔 就是這本一字詩 詩集 好送給她 所以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詩嗎 你我他 愛 這樣嗎 爺爺說 你看這本書 我在二手書店買的 你可以好好的讀書 可以讓你學到很多東西 怎麼樣她喜歡嗎 欸她喜歡耶 她說爺爺謝謝我超喜歡的 那我們再讓爺爺鼓勵她 鼓勵她寫作業 鼓勵完全專題作業 她說我靠你 做完作業了 太棒了 幫你拍拍手 好那我們小龍去睡覺 我們也在繼續賺錢 有垃圾桶可以挖嗎 喔有耶太好了 我們來找好東西 好我們來開始挖 挖好什麼東西 星空超美的 超漂亮 我們挖到了 看起來超級豪華的雙人床耶 可是看起來壞掉了 那我們再來試這個垃圾桶 挖到什麼 挖個吧台也 可是感覺也壞掉了 挖到九塊錢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戰利品 我們有這個超級豪華的床 不過它燒掉 然後我發現它有個bug 就是這個床雖然說被燒壞了 可是如果我們在家庭清單裡直接賣的話 它是用原價來賣耶 我覺得這樣子不太好吧 有點作弊的感覺 所以還是不要好了 餐桌也是壞掉的 對啊這部分它應該調整 如果說是壞掉的雜具 不應該讓我們到原價賣吧 感覺不太真實 喔這椅子好的耶 這好的椅子耶 夭壽讚 有點刮痕而已 還可以用啊 好我們拿出來擺好了 就是家裡感覺 好像沒有空間 我們先休著 我們先讓Marco回來洗個澡 回來這邊沖個澡 來個快速淋浴 然後我想把這個case完成 這case我們都接了 就把它完成好了 好嗎Marco 你跟你的良心溝通一下 你都答應你孫女 給他吃好吃的東西囉 隨時我們把這個case完成 所以我去洗澡吧 好洗好囉 那我們去社區空間 哇早上了耶 凌晨五點 看著黎明升起 好來吧 我們過來旁邊的社區用地 我們自己去 那我們到了 電腦還在嗎 我還在耶 真難得 又是這個草薑蒂娜 他是手工藝大師 我覺得Marco跟他應該會 蠻有得話聊的 來分享製作點子 等一下他起來了 趕快 我們坐過來這裡 然後跟客戶交台 欸我看到了帥哥 他剛剛偷東西了對不對 他還製造血大師耶 帥哥 你這樣好嗎 果然治安很差啊 好我們先來跟客戶交談 把這個case完成 因為都接了 我們不能違約啊 要出口信用的人 其實我覺得 他這個case 如果可以讓我們看到是誰 給我們的case 應該會很有趣 對不對 可惜看不到 都是匿名的 那我們交談完畢 我們再來做地毯 那我們做一個原味地毯 好我們做原味的 我們的材料都還夠 對 因為我在挖垃圾 所以那個回收零件都還蠻多 我的Marco超高科技的 雖然說是老人 可是他超會用這個科技產品 會用3D令音機器 喔這個機器人又跑過來了 欸他偷東西我看到了 他偷走電腦了耶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很邪惡啊 我偷完之後好轉移助力 若我歧視著扭他的手 我就知道 他誰啊 萌萌阿澤提 我看到了 他沒有把電腦偷走 真是的 幸好我們家還沒有被偷東西 因為我還擔心說 如果這社區治安不好 會不會家裡東西被偷 可是幸好目前還沒有 好那完成了 我們把作品交給客戶 我們電腦又要買一次 真是的 我突然發現Roxy怎麼跑過來了 還穿他瞬意跑過來耶 他該不會是 他該不會是想念爺爺了吧 說爺爺 我醒來怎麼看到你不在咯 趕快過來找你 我真的耶 怎麼有點溫馨 所以果然是因為上次對爺爺發脾氣 覺得很內疚 所以開始變得很黏爺爺 就有點可愛 好啦我們先 欸我的電腦 誰 電腦被偷了 真是的 好我決定了 我跟你拼了 因為我們電腦一直被偷 所以我決定給他放一排電腦 把它變成網咖的概念 讓你們偷的開心 我沒有能進行 這樣好嗎 來我們放一排 變成網咖的概念 社區網咖 然後椅子 過來這裡 好這樣子 一排 夠不夠你們偷 不要再偷我們電腦了 雖然說也不是我們的 是這個社區的 好來喔 我們來 送給客戶審核 自治地毯 哇 完成了 他就太耀眼了 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繼續保持好表現吧 Marco 然後又不開心了 他又覺得他會五斗米折腰了 Marco 你想一下你孫女 一切是為了他 好嗎 好我們先上個廁所 然後剛好Roxy也在欸 喔他應該是上課了吧 對他就上學了 喔又被偷走了 又是導師 這些導師怎麼是賣偷東西 他是偷竊導師吧 我們先來上廁所 欸美女借過一下 不是那個葛玲寶花花嗎 叫我們九歲孫女去結婚那個 變態啊趕快出去 欸他不出去欸 是怎樣 你對面也有意思喔 要偷看人家上廁所嗎 欸你可以出去嗎 我們尿出來啦 我想讓他過來這裡做蠟燭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材料 所以不能做欸 需要蠟塊 那這蠟塊應該是可以買的 可是好像在我們家裡才能夠買 在這裡不能買 這台子多少啊 還是我們回家買一台 如果錢夠的話 我看一下喔 這台子一台多少 一台550 我們錢有多少 我們錢520 差30塊 好啦Marco忍耐一下 我們再來這個case 又是坦然面對悔恨 還有泡補泡沫一句話 可以刷二級的果汁 竊水調製技能 我們還不會 對我們需要買一台這個機器了 哇要買東西好多 我們一樣賣地毯好了 感覺我們會變成地毯大亨 然後順便來回收我們東西 把我們的壞掉家具全部回收 這個也是 都回收一下 好這個也是 好啦回收 喔等一下啊 剛剛這個美女 快搭訕我們欸 Madison 多米妍有意思嗎 要認識她嗎 長得意料人才 蠻可愛的 我喜歡你的髮枯 玫瑰花 我們先來 我們先來自願回收 我們把我們壞掉家具全部回收 然後換成材料 看拿到多少 喔出來囉 拿到多少 應該很多吧 他說我們獲得了第一批的破建和碎料 可是沒有加過來啊 怎麼感覺有點bug啊 然後電腦被洗劫一空了 你這群人 廁所也是 全部不見了 這超誇張欸 這超誇張 好我們過來 哇 我們剛過來又被偷了一台 美女是你嗎 她也是紫辰粉絲 我真的欸 這個Madison過來搭訕我們 過來搭訕我Marco欸 好吧我們給她點面子好了 給她來個友善介紹 Marco說嘿你新搬來的嗎 她說喔我頭痛了 我忘了吃我高血壓藥 你還好嗎Madison 要不要帶你去醫院啊 好我們交談完畢 我們再來做地毯 怪用這個機器 幸好沒有人偷這個機器 電腦被偷光了 這個社區的人 超愛偷電腦 明明遺跡也可以偷 可是沒有人偷 大家都偷值錢的東西 真是的 我們再來做地毯 喔我們材料不夠了 我們睡一間站不夠了 天啊 真的欸 所以我們需要把垃圾了 好吧 我們來這個垃圾桶找好東西 奇怪我剛回收那一大拼 應該會有材料 可是系統沒有給我 我剛剛不是回收一大堆雜具嗎 然後大豆蠟也可以收集 等一下也收集喔 就可以做蠟燭 然後我之後想讓她 讓她修成這個大豆植物 我們就可以自己種 好我們繼續來吧 看了我挖到什麼東西 挖到回收材料 好再來 挖到七塊錢 我們再來試這個垃圾箱 來這邊找好東西 喔 Roxy下課了 Roxy在學校遇見佳化欸 佳化是誰 這次還記得嗎 吳佳化 她是雅惠的女兒 就是我們大學系列裡面那個雅惠 她現在女兒長大了 變成小朋友欸 如果說想知道佳化是誰的話 可以看我們的大學系列 我們又找到一個壞掉的椅子 我們找到廚房升級零件 這可以直接賣掉吧 多少 90塊欸 好不錯 這個賣掉 那我們夠錢買那個蠟燭的製作台 就可以做蠟燭來賺錢 喔我們找到了一個羅馬神廟建築研究 天啊太高級了吧 誰丟的這麼浪費 好繼續挖 我們找到電視欸 可信賴的好夥伴電視 欸這個社區的人也好浪費喔 都把好東西丟掉 要兩塊錢 我真的感覺撿垃圾是最快的賺錢方式之一 甚至比一般工作賺錢好快喔 然後染料 我們找到的是千鳥格文染料欸 酷欸 還有呢 我們找到了洗衣手台 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這個垃圾桶我們沒來試 哇這個絲桶超多垃圾 太好了 白寶箱 我們找到一幅畫 向日葵畫 還有呢 又有水槽 可是感覺都是壞掉的 就什麼 DJ DJ坦耶 音響 天啊 好這個絲桶空了 可是我們的材料應該夠囉 我們可以把那個地毯的case 把這個case完成 好我們來做地毯 來幫我們做吧 來看一下 怎麼樣噴影3D的應急器 哇 嚇我一跳 壞掉了耶 啊 我們良心傳罵我們了 他說 Marco 我不是跟你說了 不要當社會的制度下的努力嗎 你在幹嘛 天啊 我又被罵了耶 爺爺你的良心真的超恐怖的 我還要修理耶 好我們修好囉 來 我們去做我們的地毯 坦然面對悔恨 往這邊噴出模型 噴射出來 然後呢 加顏色 加燃料 我做好了 太好了 然後我們又要買電腦 電腦全部被襲擊一口 真是的 我們把作品交給客戶審核 自制地毯 哇 他說這個地毯比我像一條地毯助攻還棒 只是太感謝你了 所以說Marco其實非常厲害噢 我怎麼了 我還被染料噴了滿身都是 真的 好我們回家吧 我們蠻累了 我們賺了快一千塊 辛苦了耶 我們走之前用下我們回收機器 我們再試一次 如果我們回收東西 到底會不會 會不會用材料 因為上次沒有 我們把壞掉回收 好的留著 我突然看到這個製造大師 曹江蒂娜 他也是 他也是紫辰粉絲耶 因為這套衣服是紫辰賣的周邊商品 好我們來回收 希望這次可以拿到材料 不要再把我材料吃掉了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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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來了噢怎麼樣 有嗎 沒有 欸還是沒有耶 奇怪 還是因為這台機器不在我們家裡 我覺得可能是這個機器不是我們家裡的 所以說 我是回收給社區 不是回收給我們自己 是這個樣子嗎 我感覺是耶 因為我完全沒有拿到材料 對吧 所以感覺我們家裡需要買一台這個回收機器 好啦算了我們先回家好了 回到家 結果小Roxy居然沒有睡覺了 怎麼了 她超傷心 為什麼傷心 我以為她感冒了 所以不舒服 天啊 感冒要多休息 趕快睡覺吧 先過來這裡睡喔 我們Marco來安撫Roxy睡覺 她說乖孫女不舒服嗎 早點睡覺 快快睡 很快病就好了 我安撫她一下 好那我們看我們的戰利品 我們的回收材料 就可以賣了吧 10塊錢 喔 我們剛拿到回收材料都有看到嗎 我回收一大堆東西 拿到一些零件還有材料 原來如此 那我們家具呢 我們有電視耶 我們也看電視了 所以感覺我們家可以稍微擴大一點點了 是不是 可以加個小客廳 我們需要一部介紹 這個放在旁邊 喔對 我們需要電力 所以我們需要買一台發電機 啊 可是我想讓她買一台做蠟燭的機器 我們就可以靠蠟燭賺錢了 所以我們先買這個好了 550 買一個白色 我們還有400塊 400塊要買什麼 我們買一個火堆 就可以自己烤東西吃 我們可以去河邊釣魚 然後自己把魚拿回來烤著吃 感覺不錯對吧 也蠻環保的 應該是爺爺會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其他戰利品 喔這個花是好的耶 它是完全好的花 那這個花我們可以賣掉吧 200塊 這個呢 喔這個也是好的耶 這太高級了吧 超美的 這個賣掉囉 因為它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賣掉不算作弊 那這個呢 洗手台耶 髒的 這個我們留著自己用 這個呢 這個是 也是髒掉的 這個我們可以賣掉吧 這個我們賣掉 130 然後音響留著 喔這個音響720 而且它是全新的耶 對它是全新的耶 好全新我們賣掉喔 然後洗手台 我們又一個囉 這個是髒掉的 髒掉我們可以賣多少 108塊 喔我發現如果把它擺出來 再來看它的價值 就是要真正的價值 這個可以賣108塊 這個呢 這個可以賣 125耶 好這個賣掉好了 然後這個留著我們自己用 因為我們的廁所沒有洗手台 所以說我們稍微的枯大一點點 廁所加大一點點 哇看著真好 好這個放這裡我們洗一洗又可以用了 好我們買這個基本的太陽能板 買個什麼顏色 買個綠色好了 這樣子 哇這個材質感大家看 超酷的 我們還剩多少 還剩700塊 所以感覺我們可以加一個客廳 我們就上去擴大一下 這樣子拉大 然後窗戶 再加一個 如果我們要加樓梯多少 樓梯12塊 可以耶 那我們這邊加個樓梯 這樣 然後樓上我們加個圍梨 錢夠嗎 90塊 好不夠 好我們加在這面就好了 然後我們用個 用個鐵皮 這樣子 我們可以到樓上做蠟燭 所以感覺很危險 這樣樓下可以當客廳 這裡當我們客廳 把椅子擺過來 我們不是還有張椅子嗎 有兩個椅子 這個 哇可以看電視了耶 超高級的 這個是要移一下位置 我們的集水器放後面 發電機放後面 我們的娃娃屋感覺可以擺進來耶 空間夠嗎 好像夠又好像不夠 這樣呢 好就這樣 感覺不錯耶 越來越有家的感覺喔 對吧 而且 我們現在還躲了二樓 超高級 我們可以再加做蠟燭了 超期待 我想把它的技能練高 然後做出不同款式的蠟燭 感覺一定超好玩 好那我們今天就完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下見 掰掰